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前面咱们讲了个马金库 今天咱们就讲一讲韩磊 他们俩太有对比性了 单说杀人方面 马金库是杀了一大一小两个人 其中小孩才两岁 韩磊只杀了一个小的 也是两岁 马金库是用斧子砍死的 吃好几下 而韩磊是摔死就摔了一下 马金库不悔罪不盗窃不赔偿 韩磊和他的家属 那是毁罪道歉 巨额赔偿 然后把两个人都没有自首立功情节 也没有精神病 马金库当年21岁 至少法院认定的是21岁 然后韩磊是39岁 他们俩都是微成年人 案发地和审判地 都是在北京 宣判时间也都是2013年 有人觉得说 白哥你还应该加上 社会影响力和什么性质恶劣程度吧 是不是 别的 第一呢 这些是没法量化的 难说谁情谁重 第二吧 在他们的判决书里面 说法也是一模一样 一个字都不差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谁更恶劣的问题 那么你觉得应该怎么判 马金库是个死谎 结果韩磊却是个死刑 咱们来看一看韩磊的案子 这个过程啊极其简单 前后不到一分钟 第一点是北京市大庆区旧工镇的524路公交车科技路站台 2013年7月23日晚上8点54分 韩磊坐着朋友的车到了这个站台的附近 这时候呢 他们的车右前方有一个女的推着一辆婴儿车 在那会儿等公交 正好挡住了汽车 于是把这韩磊他在副驾驶 他就身头让这女的挪一下 结果那女的没有挪动 然后这韩磊就从副驾驶下来 跟他说了些什么 俩人这么说着 30秒钟之后韩磊抬手啪啪就是一个大嘴巴 将其大翻在地 跟上去光补了一脚 那么呢 到这里咱们先打住一下 就得详细把这个过程拆分一下了 因为吧 这个监控他是没有声音的 而事后呢 双方都是各执一词 咱们就来看一看 他们双方都是咋说的 韩磊他说吧 说自己刚喝完酒 就来附近唱歌了 今天那个KTV没有车位 然后保安让他们把车停到这个歌厅人对面 于是呢 他们就到了这个站台这块 然后被这女的挡着过不去了吗 他就在车里面跟那女的说 他说原话就是 哎大姐麻烦您一下 我要停车 那女的说说这是公交站不让停车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说我说大姐 我不是停这块 我是要停车站那边去 麻烦您挪一下 然后那女的他就说 他说我咋的你开车你想停就停啊 那一块也不让你停 然后我就下车了 结果那女的不依不饶我 还把那小推车过来挡住我们的车 我呢抬手就给他一把人们给我气完了 就这意思 再看一看这女的他怎么说呢 他的名字叫李源 当年42岁 他就说 当时那韩磊下车就跟我说 说你躲开点 我就没说话 然后我就把那婴儿车 我就推着我就挪了一下 并且我告诉他 我说你停车的话 这个公交公交车就没法进站了 然后韩磊他就说 他说你他妈管的还挺快呢你 我说不来就是吗 韩磊说说你信不信 我把你孩子给你摔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就过来把我打倒在地 然后就过去摔那孩子 很明显 他们俩都是在那块 说自己是多么的有素质 一点错误没有 全是对方在蛮不讲理 那么相比较来看 李源他胡扯的更大 因为什么呢 咱们在视频里面 这个监控视频里面 就可以看到 韩磊是在车上 就开始跟他对话了 正常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有时候挡着了 你在副驾驶 肯定伸头会说下 在车上就开始跟他说 然后把他没有挪 韩磊才吓得出 另外关键是什么呢 下车之后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 说什么咱们是听不见的 对不对 但是可以看到 所以说吧 这个群众的正眼 便完全当真 即便是到了法庭 那个天之家业 胡说的大有人在 原本吧 到这一块 就是韩磊过去 一巴掌打倒 再给一脚 他还算不上犯罪 法庭对于他们这段 也是只用了一个词 叫纠纷 这件事情在民间 也是司空见惯 这时候 韩磊他又是转身走人 事后就算他被抓的话 顶多也是个治安拘留 除非说 说啪 那一大嘴巴 给这个女的打成那个轻伤以上了 这个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可是接下来 精神的一幕就来了 韩磊打完之后 他瞬间呢 就冲到了 应该车的那个旁边 速度特别一下去冲一下 然后抓起里面的婴儿 举过头顶 用力往地下 啪这么一睡 他这刚去摔完 庞贝尔群众就过来 就跟他撕扯 这你干啥呢 你啊 就扯他 然后这韩磊就说 他说身上有刀 那我捅死你 这撕扯的人 赶紧就撤了 那有刀才不害怕 是吧 然后这个女的 在监控里 咱们看到 这女的又扑上了 跟他撕打的 但是呢 又被韩磊打翻在里 接着吧 就这时候呢 韩磊他那个朋友 他那个司机开着车吗 他就已经启动车 他往前要走了 然后韩磊呢 他也立马就 拽开那车面 舱架跳车里闪人 这个就是现场监控视频的 全过程 既没有声音 这图像呢 也是比较模糊 你得反复的仔细看 就这么过程 特别是这个公诉人 在法庭上描述的 也是这么一个过程的 事后经过50个小时在抢救 因而确认死亡 没有没有抢救过来 第二天呢 韩磊他在北京的一个温泉会所 这里面被抓捕归案 然后他那个司机 那个那个朋友也是第二天自己投案自首去了 整个过程前后就一分钟时间 然后法庭上对于这个问题吧 也是非常的清楚 就是前面发生纠纷了 你俩打架 这个不算的 就纠纷吧 咱们只算后面的事 就是韩磊 你亲手把这小孩摔死了 这事该怎么办 韩磊他在法庭上 他就变成 说我当时以为是个购物池啊 一怒之下 我就顺手拿起了里面的东西扔了下去 我不知道那是个婴儿 可是对于这个说法呢 法庭是不认定的 就是你小子当时虽然是喝了酒 但是根据你这一系列的举止表明 你的头脑在当时是清醒的 在那种情况下 你不可能两个孩子和物品 你都分不清的 结果呢 给他定的罪名就是 故意杀人罪 马金库也是这个罪名 外加一个倒戏罪 马金库比他还多的 你说马金库是故意杀人 这绝对没错 先是用符子 把那女的给劈刀 然后再把这个婴儿乱腹砍死 最后又把那女的给砍死了 但是韩磊这个你也给他算故意杀人 他是没有使用任何的器械 他只是空手过去这么摔了一下 这个空手在暴力袭击里面 级别是最低的 你是拿刀拿枪 那肯定比这个空手那个要重的 他只是摔了一下还没有补刀动作 如果说他这也算故意伤害罪 我感觉是更合适的 当然了这个故意伤害罪上前也是死刑 说白了给他定个故意杀人罪 就是想整死他 2013年9月25日 北京市第一中院判处韩磊死刑 剥夺正义权利终身 两个月之后 12月11日 北京市第二中院判处马金库死还两年 咱们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 他们俩都是故意杀人罪 马金库还多了一个盗窃罪 关头那个车就是坐驾了七万多呀 还有别的东西 然后韩磊杀的是一个两岁的用途 马金库也是杀了一个两岁的用途 外加一个三十岁女的 这是摔了一下 马金库是用斧子一顿乱砍 他们的案发地和审判地都是北京 而且时间又都是2013年 较前较后 为啥就是生和死的区别呢 咱们来看判决书的原文 对于罪行描述 他们俩的简直是一模一样 都是定性为罪行极其严重 依法应与惩处 但是前面都不一样 马金库的是什么呢 是无视国法 因琐事竟持续 故意非法迫夺他人生命 致二人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然后韩磊前面是什么 是曾因犯罪被处以刑罚 仍不思悔改 在刑满释放仅九个月之后 又故意非法迫夺他人生命 致幼童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马金库虽然杀人两个人 虽然不悔罪不道歉不赔偿 但是他没有前科 而韩磊呢即便是悔罪道歉也积极赔偿 但是你小子被判过重刑 刚放出来就做没得火 2014年10月31日 韩磊被执行的死刑 这是法律层面的吧 咱们来看一看法理之外的情况 韩磊为什么如此暴躁 你打仗归打仗 摔你孩子干嘛 这个吧 就是源于他 长久以来的一个习惯 他一生气就摔东西啊 身边有啥摔上 经常吧 摔完之后也挺后悔的 然后又掉点给人买新那些什么的 这都养成习惯了 他在临死刑之前 切除灰面吧 就是最后一面 他跟他母亲就说 就说 我现在改了 老太太说 说改了来不及了 才指导改呀 惹出这么大事在改 你这一辈子摔着多少东西 别人之前怎么劝你呢 现在才指导改 是不是 韩磊这个人一辈子吧 哪儿哪儿都好 他就一缺爆脾气 眼睛里面不如沙子 给你一缸到底 他跟别的罪犯完全不一样 咱们从两个事就能看出来 第一呢 你看他服刑16年了 出来之后 就有了一个小他很 很多的一个女朋友 哎呀 家里还有些实力呢 等判死刑的时候 那女的公开发文 列举了韩磊的种种好处 然后号称 我对他不离不弃 一个16年的重情话 然后还能找着小女友 是不是 是不是啊 刚出来你就找着了 第二吧 他出来之后 能在短短的九月时间里面顺利的签订了一个项目大单 这个单子可以给他们每年带来纯利润八百多万 万 八百多个W 关键问题是那项目方只认韩磊 别人是一包是 要知道他出来的时候 那基本上等于穷滑滑滑的状态 如果没有过人之处 不可能这样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节目 要给大家展示和研究的重点 韩磊 1974年6月26日出生 他是个北京人 父亲是航天部第一研究院的木工 母亲是修理工 那么韩磊他也算是航天大院的孩子了 他上面只有一个简单 然后家里条件是普普通通 父母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育 但是他呢 天生的性格使然 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文武双全 一方面 这小子他爱好诗歌散文 就是在那块动不动脚 啊 海燕啊 你飞来飞去 是饿得急眼了吗 搞文学啊 这种琴棋说话那些玩意 另一方面出去跟人干仗去 有时候跟人单挑 有时候被人群有 一大堆人揍他了 他也不服输 就跟你死磕到底 是不是挺邪乎的 这种性质不多见呢 14岁那年 他母亲新买了一辆自行车 有时候15岁是1989年也算15岁吧 这自行车被人给偷了 还得知道之后那是大怒 第二天他就出现 也偷了一辆自行车 然后转手卖了五块钱 随后他就被抓住了 然后给他行政拘留十来天 十天十三天呢 又给他送去了工程学校 这个工程学校吧 咱咋说现在还有呢 但是约等就完了 简单来说这地方就是一个败笔 韩雷在那待不了几天 他就跑到那里头 说是教育这帮未成年人的 实际那里面倒是欺负人的很多 根本就没什么效果 我们说就是一个败笔 韩雷在这工程学校 他是没有变好 他跑了嘛 也没有变太坏 至少呢 在这个段时间内 我们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恶劣的记录 等初中毕业之后 他就在在家待业 18岁年 他在公交车上 个人就产生纠纷 也打仗吧 然后被行政局留了十天 1993年 他在出版社找了一个文字校对的工作 玩文字去了 后来就因为他这人的文采不错 然后主编就建议他 说你应该出书啊 你这出一下书不就妥了吗 就可以当作家了 韩雷一听特别的高兴 关键就是那出版费 低两三万块钱 在当时吧 他和他的家人绝对拿不出这笔贴文数字 于是呢 这小伙子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偷 但你想想这两三万块钱 一般的偷还不行呢 必须得偷大件是吧 1996年 1月23日深夜 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合伙 偷了一辆工业王叫车 转手给其卖掉 他分到了三万二 这高兴劲还没过呢 一月之后就案发了 然后他就被抓了起来 韩雷他承担了主要责任 被判无期徒刑 轻的那哥呢 还判了15年 那辆车吧 原价是41万 当时二车车是值19万左右 但是正好赶上了九六严打 就判的比较重 要不然吧 也不会给无期 这个宣判之后 韩雷是没有上诉的 他在走廊里边 哈哈大笑啊 戴手铐哈哈笑 我知足了 我原以为我吃枪子呢 我捡了一条命 给他乐完了 随后他就被投入了 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 位置是在朝阳区的南斗阁庄 接下来 就是他的服刑生活 这块咱们得详细说 给大家长长见识 因为吧 每个地方的监狱 他都不一样 但是呢 我得提前声明一下 就是咱们后面这个内容 可都是他本人 以及他朋友的描述 也是被报道过 如果这里面有啥不干净的事 你别来走我头上就行 大家都听过 说要刚进监狱的话 那强奸犯和小偷 这两种人基本上都得揍我 特别是九十年代对吧 韩脸呢 他是个盗窃犯 比那个强奸犯小偷是强奸也不太多 跟他关在一起的 肯定全是重情犯 杀人抢劫了 那啥没有啊 那么他进去之后 可以不可以呢 答案是一定的 必须可以 他们这个号子里面 当然也有个老大 这所有犯人呢 都有听他的 你别问为啥 是吧 我为啥听你这老大子 扔你干啥 你就得干啥 如果瞎问的话 肯定还走 即使是无言无故人 上来就揍你一段 你也是有着使劲 没着死 但是韩脸来了之后 他就开始挑战这个规则 整个监狱都是这个规则 多少年都是这个规则的 他就开始挑战 他上去就跟着老大 就开口去 结果肯定是打不过 因为他老大手下一帮兄弟 大约是七八个人 然而韩脸他特点是 咋咋我都不服 要么你把我打死 要么我就干你 这挺没办的 假如说咱就说在看守所的话 比如说咱们十大包狱里面那个第四号 他要这样的话 王河肯定就直接干死 对吧 但他们这块现在是监狱啊 监狱监狱里面这帮人是重犯 但他们不是死刑犯是不是啊 你要把韩脸打死的话 你也要成命的 那个打残了话也要把楼底做穿 本来就重犯嘛 一次两次打不服 三次五次还不服 你说你怎么办 唯一的路就是和解 行了哥们 看你吧也是个硬汉 咱们就算不打不成交 这关搞定了吧 但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就是预警 这个群体 如果他们修理你怎么办 韩脸有一次加刑的记录显示 2003年6月6日 他违规进入亲情电话室 拨打那个电话去 给家人打电话 然后就跟一个警察发生了争执 那警察姓田 韩脸呢 抬手就给了那警察一袋雷子 就这个动作加刑一年 连预警他都做 但这个信息啊 我一直很怀疑 没那么简单 你说他硬闯电话室 这可是2003年 他是1996年判刑的 他在里面都都在71年了 这时候还硬闯电话室 然后过去了 明知违规 还打狱警罪吧 你还得在乎去吧 你觉得吧 这指不定里面怎么回事 但肯定是他打警察了 这是一定打的 也给他加刑了 这个行为呢 就说在监狱里头 一般人是不敢这么干的 可能吧 后来他也发现 他说打这个警察不太合适 随后你猜怎么的 他不打警察了 他就举报 但凡监狱里面所有的黑事 违法违规的事 我全给你往上面给你捅吧 这很讨厌 是不是 为此呢监狱方面 特意的就安排人 安排眼线盯着他 随时盯着韩磊的一举一动 他写啥材料啥 通通跟我汇报 就不让他往外面 传递那个举报材料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的 他总是能把这个材料给你传出去 就是按那个预警收钱 谁谁在牢房里面使用手机 这是违规的 还有谁谁他们在这会儿违鱼喝酒 抽烟等等这些事 但凡这个违规什么事我全给你网树桶 然后上桶多了上来来调查 他他来调查了 我就实名举报 我就卡卡跟你说 就公开这么来 这么整的话 给监狱的官方 以及他的御友 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成天举报我 韩磊呢 由此他也被殴打了很多次 也被拿着电棍都都收拾过 还把他关进过小号 这小号俗称就是进闭式 据他描述的 这个小号的房间 他是特别狭小的 不太高 也不太大 里面又潮又湿 蚊虫老鼠有的是啊 然后他的脚是被拴在那个墙角的 只有半个身子能够到那个床板 然后还没有水喝 就是不行的时候 他都喝过自己的尿 他都遭老罪了 可但是 这些都没能让他屈服 我就给你没完没了的 我就给你闹腾了 要么你们就整死我 要么我就祸死你 韩磊这个风格 让他成了整个监狱 闻名侠耳的真野 叫真野 应该这么叫 最后怎么样呢 还是那俩字和解 呀磊了 咱能不能好好谈谈呢 各退一步 谁也别叫 以后好好相处 行不行 跟你讲 平等从来就不是天生掉下来的 自打这2004年开始 明镇北京第二监狱的韩磊就变了一个人 开始认真学习了 因为吧 他得知 如果在监狱里面获得了自考文凭 就可以那个减刑 拿下一门减九个月 于是他就疯狂的学习啊 总共他是获得了五个自考的文凭 这呢 一算 你说五九就四十五月 是吧 然后2012年10月5日 韩磊刑满释放 彻底自由了 可以说 他这个自由 不容易啊 当年进去的时候 22岁 青春年少 偷了一辆车 费了这么大劲 出来的时候都38了 出于那天 有很多朋友去监狱大门口接了些 他们呢 并没有因为韩磊是个盗窃犯而远离他 这就很不错了 你想想 他在里面待了16年 本来就一琴二白 通过这事 也就能够说明 韩磊他之前 交朋友是很到位的 他本人做事也是 肯定是很够意思 否则到这时候了 16年之后 谁还打那米 对不对 一个月之后吧 他就和几个朋友就合伙 要养那个养去 从内蒙古买了那小羊羔 然后跑到山东德州找个村子 就开始在那块养 图片里就这样 过程是很辛苦的 但是韩磊他一直就表示 说我是快乐的 这块再脏再累 也比监狱里面强多了 与此同时 他还出了一个小女朋友 对方是外地的一个大学生 这段感情 可是非常有意思 咱们来见识见识 韩磊他在监狱的时候 他通过网络就认识了这个女的 那时候这女的还刚成大一 他俩在网络上认识 那么有人肯定就会打门 监狱还能自由上网呢 他是用手机 那时候手机是可以用Q的 也可以发短信的 可是监狱也无论用手机 之前别人用 他会一顿举报 那不是之前吗 你看后来和解了 那还举报啥呀 对不对 这个女孩吧 他化名小盈 是一个单亲家庭 平时呢总闹心 就因为单亲嘛 然后韩磊就在网上去骗他 说我是1984年 本来74年的 他说84年少说是十岁 84年出生我是北京师范大学 那个毕业后一年了 然后就用这个大哥的身份 再加上自己那个文学的底蕴 就跟他忽悠 就曾经跟他说 家庭这事儿 你这个问题啊 你不要着急 在明著里面都是有缩影的 我跟你讲一讲 比如说说外国谁谁 某某某名著里面 那里面谁谁的故事 你看一看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很多启发 为你指引方向 那你想想 一个刚上大一的女学生 韩磊 这都多大缩手了吗 搞定他 还不轻松下一块吗 两年后韩磊出狱 然后直接就去找了那女的 俩人这么一见面 那女的有点回忆 84年的 不太像啊 可是你这也说不准 没准人你长得就老成 是不是啊 关键就是 这小子肚子里面到底有没有料 之前你都是在网上夸发一阵书 是吧 你这边跟我说 那边查着百度去 对不对 你你真会是吧 所以说呢 他决定就带着韩磊去一下图书馆 你不是吹自己那个读书读读的多吗 咱们就来一个图书馆现场就试一试 然后这小营吧 过去随手 就抽出了一本书啊 你看这这什么什么司机写的啊 咱以往来 这什么什么司机写的最乏 他就拿这本书跟韩磊就一笔了 磊哥 这书里面的主人公啊 你可你对他怎么看 我跟你讲这可啥呢 你随便你就找找一个外国民族 然后刚刚你就马上就跟我说这里面主人公 你你怎么评价啊 这个是问题啊 结果呢 韩磊不加思索的一回答 哼 他是个善良兼具暴虐性格的青年 典型的双重人格 哎呀 就这一下子 小营彻底服了 真才实料 也就这一下子 两个人彻底锁定了情缘 咱你说呢 感情的事吧 忽悠可以 但是你不能骗 然后把这个小营 他就带着韩磊 分别见了自己的父母 还有同学 大家呢 都对韩磊的印象是不错的 只过吧 很多人看之后就没有戳穿 他的这个年龄 是不是 人家都不知声 你说 你来咋看 你说就他这样的 就二十八 也就小孩能心 是不是 那么你说小营他的爹底 那干嘛呢 你这可是个老江湖啊 自己家里面有个工厂 他肯定是能看出来的 随后把韩磊 他那个洋洋的生意 就赔了 他们几个朋友凑几钱 赔了差不多一半 然后呢 他就开始搞了一个项目 具体什么项目 是没说的 但是肯定就是 他那个厂长 他的准岳父 他们俩是约定了 一年后就结婚的 这是个准岳父 这老头肯定是参与的 前面咱们说了 这个项目的年利润 是八百多万呢 肯定是不小 在运作方面 应该是他岳父的功劳 他岳父在这运作的 但是这个项目方就认定了韩磊 这咱也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个事 按理说吧 你说这小子目前他一无所有 家里面也没什么背景 咋就能就这样的效果呢 但是有几点 这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韩磊这个人 他人品是贼里利的 去德州养养去嘛 很多人就说说你一个北京人哪 然后你能来这个外地这种农村干这样的活就特别的罕见 另外吧 韩磊他这个就给人办事的时候 平时一点都不喊 他这个人就是说到做到 特别的较近些 还有他就是 你想想他毕竟是航天大院长大 家里亲戚什么的 朋友啥的 咋都能说的 拉点关系对不对 综合这些因素 2013年7月23日上午 喊磊起床之后 自己一边喝酒 一边静待家磊 喝着 等着好消息的到来 中午的时候 女朋友 女朋友给他打电话 雷哥 成了 我家老头发 已经去订购机器了 下个月 你就可以过来了 喝了一跳 大喜啊 我现在是喝着呢 这事啊 肯定得大清理下 不能这么 不能这么喝 我得多喝点 哎 你没意见吗 平时他喝酒 小营不咋同意的 这次就同意了 说 哎 那就喝点吧 毕竟 不容易啊 韩磊自己喝完酒之后 他就给合作的这些朋友 咔咔打电话 就报告喜讯 约定今天晚上要大庆 到了下午的时候 他家里待着 人别人都忙了 现在还没到晚上 他家里越想越开心 他自己动手 啪啪 炒了几个菜 然后又摸出一瓶子 五十六度的二锅头 打开之后 自贞自己 干掉了七八辆 晚上六点的时候 接到了朋友电话 立刻沙奔大型区的旧工镇 的人民公社大食堂饭店 聚会 见面之后 那肯定是胡扯海科 热烈庆祝 韩磊这时候 他又喝了二三两百酒 和七八瓶洗油 不用别的 你带出他这个酒量很强大呀 不行 这没完呢 还要去唱歌 唱歌时候肯定还要喝 然后韩磊就提议 说那去我比较熟悉的 那个KTV去玩去 然后大家就暂时散局了吗 分别分头去那个KTV 韩磊他最后走的 你看他里那个结账收尾 最后走的 他走出饭店之后呢就剩下一个人了 这个就是这个人他叫李明 他比韩磊大11岁 原本他们俩不是朋友 是别的朋友介绍过来 刚认识的 这个李明吧 别人都管他叫民哥 他是开了一辆白色的手上塔 他那个看见韩磊出了 他就喊了来上车就这样的 然后韩磊就坐上他这个副驾驶 直接开去了那个KTV KTV 再然后就是歌厅那个停车被满了 然后就停到对面去 就跟李源推着那个英人车 就这么遇见了 逃离现场啊 第二天韩磊和几个朋友 这打完仗第二天嘛 他们几个朋友还去了 就是一家那个温泉会馆 他把这小子没把昨天打仗 那个当回事 他以为小孩摔下去那么低了 没心能摔死啊 还给李源的一嘴巴子一小 他都没当回事啊 然后大家在那会儿 还得畅谈美好的未来 早在那说是这一年八回都忘了 咱这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是不是以后呢 咱哥几个 肯定要出去玩去 上尼泊尔上哪啊 就是在这个边境这些地方 咱们就好好享受人生了 出人头地 这么高兴着呢 然后大批的警察冲了进来 就把他们都抓了 这个后来那朋友还跟记者 就不停地说 哎呦这项目彻底泡汤 一场美梦而已 我们从他的这些经历里面 不能看出 韩磊他为人是比较仗义的 性格很刚烈 他这人吧本质并不坏 就是这个脾气太暴 他在监狱里面 跟那个老头还有预警啊 都是能连续的死磕呀 硬干 是不是 那么你说他碰上里边的一个女的 你就 如果态度啥子有问题的话 你就大怒之下 抬手开打再正常不握 那预警察都揍过对不对啊 他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就不该直接摔那孩子去啊 这又是那前面当说的就是惯性使然 也没想到这一下把小孩给摔一次了 咱们总说你说有个小孩 咱看一个新闻 那小孩从十几楼上掉下来 然后进来没死 没死了 他摔了一下子 反正 对吧 你把我说过是不是啊 再加上吧 你说他有前科 想不死刑 基本上没可能 你说咱们就翻看其他那个案例 别的案子里面去 但凡 就是说有那个犯重罪前科的人 释放之后 再杀了人的话 没有不死情况 我看了很多 其实吧 咱们说 假如这次韩磊他没碰上李渊 指不定哪天 他还会做出类似的事来 是不是 惯性吗 咱再打个比方 如果是这次他没把这孩子给摔死 给他判重刑也是避了案 如果再给里面判个无期 再判个十年 也是等于废了 前面的人生 一直都是暴脾气 一直都是死喝到底 这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每次他都是赢的 所以说他就从来没有从内心去改变这个行为 直到这次彻底吃了大亏 临死之前 告诉他妈妈 我现在改了 2014年10月31日早上 跟他一起执行死刑的人有好几个的 韩磊他是第一号 这时候那帮人就就死刑了嘛 有人就不喜欢就在那吐 有个人不停的上厕所 刚去完还要去 而韩磊他就坐在那个在压室里面就往那一坐 一眼不发 哐哐哐哐抽完一根眼之后他就问那个发警 还能再抽一根呢 发警就劝他歇一会再抽吧 他说没事 我没事 行发警又给他给他一根 然后他接回他 谢谢郑老 再然后呢他用了一分钟时间就把第二个娘给戳了 接着吧他在那会就叹息 酒 都是喝酒惹的 这真不该喝醉酒吧 咱那叹息 随后呢他被带进了法庭 法官就宣布了最高法的死刑复合裁令 然后韩磊被押赴刑场 执行死刑 那么问题来是枪决还是注射呢 官方从来都没说 给我感觉极大的概率是枪决 咱们最后说一下就那个李明嘛 他是因为帮助韩磊逃离现场 他坐你车跑的是吧 当时你开车蹭蹭往前往前撩我 他是那个团子手艺给他算成什么窝藏罪犯 这小子吧 原本他也是个有前科的 他是因为抢劫被判了十好几年 跟韩磊差不多 我还是抢劫的 你别跟他受 这小子我跟你说在外面怎么动手干脏 抢劫犯 目前他就是说跟韩磊那个出事说 当时他是干嘛 他是假事 他不是已经释放出狱了 是假事状态 然后再加上这个窝藏罪 欧藏罪判刑两年 加上他还有剩余的那星期五年 合并执行七年 反正现在他肯定也出来了 咱们说真的李明他是咋的 他就是比较陡霉的概念了 那种情况下他也没想到 韩磊能把他还在摔死 本来是他开车 咱们这么说 他是司机前面趴挡着去住 人家韩磊坐副驾驶 咔咔咔下出去了 然后下去了 下去打人的也是韩磊 然后把他去行他去想跑 韩磊上车 你说那时候 能不让他上车吗 他不知道他杀人了 问题上以为就是一个普通打仗的 关键今天和大家一起喝酒 都是朋友认识的 是吧 介绍认识的 他也是北京人 大家都是说的 也都是就是犯过事的人 都是现在都是都是哥们 你就就因为人家打了一下仗 坐你车跑 你都不让你上车吗 他说你不让你上 人也上了 他说了在那车里下 他就跟韩磊说 不行你还下去吧 就商量着 结果韩磊那时候 还要跟这个法庭是不一样的 韩磊就当时的头发是立起来的 眼珠瞪不远 啊就跟他说快走 快就这样 他一瞅就知道 他说特别害怕恐怖 我瞅成那样就很丧心病狂了 咱们看看这张照片 这是刚抓获韩磊 这都第二天了 在当时韩磊那个表情 那是 特别的猙獰 就说他也没办法 要走去走回事 如果他就知道当时把韩磊摔死了 他肯定不得拉他 对不对 呼出去了 也不得啥的 就没行到 然后第二天他就 自首的 按说吧 当时在车上前就把韩磊送回去之后 他在车上还给那个朋友打电话 就通过那个朋友认识韩磊的吗 他给那朋友打电话 接触之后他就骂他 说你这就交什么朋友啊 你怎么就跟你打仗 你摔些孩子之类的呢 就说这个 他只不过没想到是这么大事 所以说吧 他就是比我倒霉的概念 是不是 他咱也得说过来 平时 在生活中社会里面 交朋友就是这样 有很多事情他都是突然发生的 然后啊 发生之后你还不知道什么什么结果 直接你就跟人撕破脸皮 交朋友确实是挺难办的 韩磊这人 那你要是跟他触碰的话 办别的事 特别够意思 但是他这包脾气 确实跟你容易惹是麻烦 耽误大事 对不对 好了 本期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